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变天 大雨 搞不好今天晚上就来了 那这种天气 其实就是春天的现象 接下来 雨可能就持续的下 那就是所谓的梅雨 所以我们的长辈 你要非常当心 同时家里的原辈 不要想说这两天好乐 通通说起来 我们都知道端午节之前 天气常常就是这样 没有吃到端午节的种子 你那些厚的大雨 厚的棉被 暂时不要说起来 这是台语里面的一个厌语 当然有时候你看台湾 台湾现在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是非 它有报纸在操控 有电视在操控 有媒体在操控 那偏偏这些媒体电视 它八九成以上是挺民进党 所以它不要是非啊 一个大学生掐着脖子的时候 他被人家掐昏了 这 啊 你看到这媒体怎么报道 一个画面在那里 全国国人都看到 媒体报道什么 停款民众 打抗议民众 对不对 你看 你看 说是台大最黑暗的一天 各位那种叫报纸吗 那种叫垃圾 台湾喔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 他们就是靠不当得利 譬如说炒地皮啊 干嘛 然后赚了钱 就来搬报纸 搬报纸就有政治影响力 就可以让他家族的房地产 然后或者一些建筑物 就更蓬勃发展 为什么 因为政治人物就怕他就会放水啊 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黑金政治 其实都是在这一方面啊 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去搞媒体 你看民事 民事这两天 找一堆人一直骂 啊 就是郭台铭就怎么样 郭台铭也没有投资那家公司 郭台铭过去有个手下 投资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啊 因为他民事一直要求 我有三个频道 你要我三个频道一起买 然后我要涨多少钱 你要给我 你不给我我不跟你签约 那他怎么办 谈判谈不成 那我就不能剥你的啊 我就不能剥你 我剥你我就清钱就被你告啊 你没有收钱我就剥你的东西 就违反智慧财产钱了 所以我只好把你下架 下架以后开始狂骂 郭台铭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做多少投资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人是郭台铭过去的手下 郭台铭也没有投资 然后就开始一直骂 骂到今天上午都还在骂 这就是民事啊 民事 老实讲我们在做节目的收视地 像我每天都在电视上 我当然关注的是新闻 我们把年代跟一电视把它剔除 因为他不在评比之内 就 这种台没有人看 就不要在评比之内 我们真正评比就是五家 我小董老实讲 各位你如果周遭有朋友是在这个行业的 他调得到收视力调查嘛 收视力调查 我们收视力调查主要是哪五家 TVBS 中天 东森 民事跟三立嘛 那以现在的排行来讲 我老实讲各位 TVBS常常是第一 东森常常是第二 中天常是第三 但是有时候会有变化啦 会有时候 东森第一 有时候又中天第一 但是TVBS第一的比较多 我平良心讲 那民事跟三立是在争第四跟争第五耶 而且 常常喔 多数都是民事排第五 他在电视没有人在看 看那种电视的人是笨蛋 就像你看 自由时报你看了就会变笨啦 因为他就是在卖他的 台独思想嘛 你拿钱给他 你拿钱买他 你还要被他洗脑嘛 那小董中 讲的东西我会不会洗脑 我不会 我不要告诉你 谁对谁做 我告诉你是非 什么叫是非 他可以我就可以 对不对 这是全世界基本的价值嘛 所以很多懂 他们那些懂法律的 每天用法律在那边搞来搞去 譬如说孤立雄啊 他们那些人 哎呀我用哪条法律 怎麽样 我请问一下 法律没有规定 不可以的我可以不可以做 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都可以 對不對 你法律没有规定 不可以啊 共产国家做 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的 你不准做 你才能做喔 法律说你可以怎麽样 你才可以怎麽样 这是共产国家 或者一些极钱国家 对不对 法律没有规定 譬如说你今天 你在大台北停车 各位我知道我的听众 大台北很多 当然各地也有啦 我今天车子停在这里 上面没有画红线 你不能开我红单 你不能开我红单 对不对 我停在路边 路边没有画红线 你不能开我红单 你怎么可以停这里 我开你红单 你凭什么开我红单 你把照片拿出来啊 上面没有啊 他就变成说大家都知道 当然你要有一些东西 是另当悲论啦 譬如说 他里面还有 我当然讲的是比较简纍的 譬如说你是并排 并排也没有红线啊 并排当然不可以啊 你说小总你讲 那你就是在 在跟我抬杠了啦 那就不是在讲法律了 对不对 小总讲的这样 但是我告诉各位啊 我们一般这种社会的认知都有 那你来看管仲敏 管仲敏 管仲敏今天教育部讲他的 有哪一样是维挽法律 没有 你说哎 你那个有读董啊 你都没有截入什么什么 那阳明大学的读董也没有截入啊 他会怎么可以当校长 诶 讲不下去了吧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们明天拍个人 或者等一下经过 有人在博外陆附近吗 你去安个领 拜托一下 两分钟而已 去告一下阳明大学校长 叫郭细松 他跟读董张红仁 张红仁是 林选委员会的 召集人 他也没有决入 他 郭细松 选上了阳明大学校长 他没有决入 我们就告他 我们按您申告一下 你说小董你兴送 不兴送 我们要怎么解决 我们就任由教育部那些叉叉叉 那些人在那边随便讲 他讲哎呀教育部就怎么 教育部就是 就是一个垃圾部啊 教育部还有什么好讲 教育部他就是看 蔡英文跟 耐清德的脸色啊 他们不是讲示威的 他们是讲 颜色 他们是讲台独的 你是不是属于我台独的 我才要啊 他们不是讲示威的 所以我们就通通跟他告啊 哎呦呦呦呦 为什么不可以 你说 小董告了你会成立吗 我跟你保证告了 不会成立 那法院如果不成立的话 那管忠明怎么会成立呢 各位 我们就来 就来大吉兴送 把他告到死啊 我跟你保证 不会成立啊 当然不会成立啊 那法律上不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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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对管忠明就 就可以 由教育部讲的就算了 行政的东西有争议 就是由法院来解决 你知道吗 所以过去马政府执政 所有环保的议题 民进党跟他的那些爪牙 就挑出来告啊 告到淡江大桥都不能见 告到所有的 馬政府所有公共重大的公共建设都不能见 他說我們法律 法院还在判啊 法院一判要好几人啊 還在判你就不能见啊 對不對 各位去看環保署那個副署長詹孫貴 過去是在干什麼的 他就專門負責在提告的 所以 當年馬政府很多事情做不成 詹孫貴貢獻最大 所以他就得到這個高官啊 詹孫貴就是大律師啊 他告所有的 包括我講的淡江大桥 他就哎你這個有環保儀 我就去告 我們今天藍營每天在那邊很 艷艷很氣氛很怎麼樣 我講藍天一點 藍營根本不是利盈的對手 人家白衣跟腳趾毛都贏你 藍營每個都是小撈撈 你連去告都不敢去告 你就告遍他所有人 我就有告的權利 你說哎小總你這樣不好 那不好怎麼辦 別人可以你通通不可以 你還打什麼架 人家可以揮錢打你 你只能手綁起來給他打 說哎我我會打贏 他這樣做是臭的 那每天在講那些有什麼用 藍營就是沒有戰鬥 戰鬥意志啊 我不是藍營啊 我小總公開講我不是藍營 做藍營太丟臉了 我們每天在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那他今天講你看 管忠明 管忠明是候選人 嫌疾他的人 蔡平星 台客大的董事長 管忠明是台客大的讀董 所以他有厲害關係 請問你裡面有沒有規定 有規定三條 小總在節目上講過 第一條 有三種候選人 我們林選委員會是不選他的 第一種人 我們林選委員會要問說 你有哪些學術成就啊 你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要口試 博士班 或受制班我們要口試 我們要問你 問你這些問題對不對 你怎麼治理學校啊 現在學校都沒有錢 現在頂尖計畫 台大都已經怎麼樣怎麼樣 台大現在排名越來越落後 你怎麼治理對不對 要口試啊 第一條有三條 第一條口試你通通不來 我要問你你不來啊 讓我怎麼投你啊對不對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呢 第二條就是 你跟我們林選委員有沒有親戚關係 什麼叫親戚關係 三人親 或者有陰親 或者有陰親 你的候選人 是我 哥哥 小姑的 子子 或者外甥 或者 跟我小姑他女兒結婚 那可能牽扯了一些親戚關係 這是第二條不行 第一條就是你不來 第二條就是有這些關係 第三條呢 有私生關係 我過去是他學生 所以我不能投他 那這私生關係 只有這三條 法律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不在其中 我們現在教育部創出第四條 啊蔡明星是董事長 管中平是獨立董事 所以他們是有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利益迴避 他創出第四條 那他現在也發現 欸呀 怎麼辦 他們現在要修改 修改這個林險辦法 要把它加進去 那你沒有加進去 之前是合法的 各位你懂不懂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車子 你在這裡把我開罰單 我說你上面沒有畫紅線 你說欸對 撤銷 可是你趕快去畫紅線 你畫紅線 以後來停的人是違規 在以前停的人不違規 這是常識 各位我講這 你懂不懂 就是這個意思啊 然後你現在說 欸他沒有利益迴避 我告訴你 讀董是什麼 讀董是公司體制外的人 來監督這家公司的 體制外的人 公司體制外的人 那他是在監督 那他是在監督 這家公司的 然後你今天把他強加進去 然後就自己揚揚自得 欸你看我找到了這個 然後全國那些不要臉的人 那些不要臉的學生 然後每個人出來講 欸對對對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法律技 沒有 啊我們覺得你這個 有利益迴避啊什麼問題 你要講利益迴避喔 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小總的厲害喔 就是我隨便 到處可以抓利益迴避 你要講利益迴避喔 立法院的院長叫什麼 蘇嘉賢對不對 蘇嘉賢 屏東常治鄉 選出來的 他這一切是用不分期選出來的 他過去在當地 選立委 當過縣長 當過農委會主委 當過內存部長 當過民進黨的秘書長 當過民進黨的秘書長 然後這一屆 當了立法院長 他職位越高的時候 就把棒子交給他的子子 他子子叫蘇貞清 地震的症 清潔的清啊 蘇貞清喔 我都叫他豬哥清啊 他是個豬哥啊 不要臉 蘇貞清我在罵你不要臉 小總你罵人家不要臉 怎麼可以 他就是手去 他就是手去 抓國民人 立委喜書華胸部那個人 朱哥清 他 我相信喔各位朋友 我真的相信 在推舉中 你可能不小心碰到 你只要說啊我在推舉中 大家 推舉中混戰裡面 我就碰到 我可以接受 而且我認為 這是很可能 那你把人家碰到 你就要道歉說 我真的是對不起 他不要 人家要他道歉他不要 他說你以為你長得美啊 這子就是豬哥 蘇貞清 豬哥清 他爸爸是賣豬肉了啦 我也不貶筍 我也吃豬肉嘛 我不貶筍 他爸爸 叫豬肉川啊 叫蘇家川 豬肉川 他叫豬哥清 因為他的手不乾淨 但是 蘇家川 兩年前 顯立法院院長 蔡英文指定 2月1號 各位你知道蘇家川得幾票嗎 74票 國民黨提名賴斯堡35票 因為國民黨有35席 親民黨有3席 加上 高金素媒 所以親民黨的李鴻金得了4票 等於說 在野黨 得了39票 蘇家川 74票怎麼來的 民進黨 時代力量 對不對 還有一席無黨籍 這席無黨籍 叫趙定儀 他是 民進黨支持的無黨籍 他是桃園 巴德那邊想出來的 所以他們拿了39席 哪了74席 各位我要講的重點在哪裡 蘇貞青有沒有投給蘇家田 你一定講 有嘛小董你都分析了 沒有跑一票 總共113席 民進黨74 國民黨35 李鴻金的親民黨4席 39 39加74不是就113嗎 一票都沒跑 每一個政黨每一票都沒跑 那蘇貞青 我請教 蘇貞青 可以不可以投票給蘇家田 你要法律沒規定啊 可是他是他侄子啊 他為什麼不用利益迴避 你告訴我啊 欸 欸什麼 我當然知道他是合法的 可是我不會用這個去咔 可是 蘇貞青可不可以投票給蘇家田 你告訴我啊 你說可以 為什麼他就可以 我告訴你們啊 小董拿什麼東西出來攻擊 我是最拿手的啦 我拿的東西就是你手上的兵器 你用你的兵器在我身上砍一刀 我把它搶過來砍兩刀 你說你怎麼可以扛我 那你剛剛扛我是砍假的啊 我給你砍假的啊 你剛剛拿同樣的兵器可以扛我 我不能砍你啊 我就是來這一招 我就是這一招 蘇貞青可不可以投票給蘇家田 蘇貞青是院長告訴我 你說可以啊 蘇貞青是選出來的啊 那蔡平鑫不是選出來的嗎 蔡平鑫是台大的黨務的那個 校務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有170幾個人欸 他們選出了21個委員欸 所以你看有些自稱學生代表在那邊鬧 那種人叫做不要臉 你根本不要聽他的 為什麼 因為林選委員這21席裡面 這21席裡面有學生代表 已經有你的代表了 而且有台大的員工 各位台大員工 能不能投票給他的副校長 副校長也出來參選啊 有沒有利益迴避 小董你一講也複雜 我講的不複雜 員工可不可以投給自己的副校長 你說好像不行 好像沒有規定 員工不能投給自己的副校長 那他是林選委員的代表啊 所以各位不用來這一套啦 我們只能就現在的 法律規定裡面有的後沒有的 今天我們講管中銘所有東西 都是教育部後來自己增加的 我強調就是後來 他自己增加的啦 然後增加再來說 你看他就是沒有利益迴避 那你要講下去 大家都不要嫌了嘛 我講大家都不要嫌了 為什麼不要嫌 因為我們的林選委員啊 裡面有七八席 七八席是 台大的人啊 有副校長的 有兩個院長的 有系主任的 還有台大的教授 這些林選委員總共有二十一席 有十八席是選出來的 有三席是教育部直接指派 有十八席都是台大的 校務會議代表選出來的 校務會議代表這一百七十幾席是誰選出來 是台大所有的師生選出來的 各位我講這樣大家就很懂了吧 我們人民選出了一個立法委員 這個立法委員 他又去選立法院的院長 你說這是人民 全力的間接啊 那你跟我講的有何不同 你現在要卡管中銘 你講什麼都可以啊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台灣就是這樣 就是黨派嘛 你現在要卡管中銘你就擊堆理由 啊他沒有立委一兵 那碰到如果是民進黨同樣的情況 或者台大在嫌疾的時候同樣的情況 被小董 搶下你手上的刀 還手砍回去 你就哇哇叫 那你是代表什麼 代表你們是不要臉啊 你們做什麼都可以 別人做什麼都不可以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不要臉的黨 小董在這裡講了十一年啊 各位 我從非鐵電台講到1998 我講了十一年 我只是在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是一個不要臉的黨 台灣人 選出一個不要臉的黨 其實證明什麼 證明夠半的台灣人是不要臉 小董你何必侮辱欸 那我侮辱又怎麼樣 我講的是真的啊 我們今天的世界是怎麼樣 台灣的世界是怎麼樣 台灣的世界是不要臉的人跟 要臉的人正在做對抗 不要臉的人講話比較大聲 不要臉的人可以到別人的場子去 老說我有言論自由 各位 藍營的小鬧鬧喔 小董為什麼這麼不屑 以後民進黨辦什麼活動 台聯辦什麼活動 我們就派三個或五個壯士 我們就進去鬧場 大喊自己帶麥克風跟他吵 他如果要搶你 你說我有言論自由啊 那些人就說 這是我的場子你來鬧 那我的場子你可以來鬧 你的場子我不能來鬧嗎 各位你聽懂了吧 以後民進黨 時代力量 社會民主黨 社民黨在辦任活動 你都要派人去啊 而且自帶麥克風 自己帶布條 到現場去 他們如果要對你怎麼樣 你一定要假裝分倒 你要把所有招數都寫起來 那有人質疑你就說 有人質疑你就出來開記者會 什麼話都不要講 你只要放一個錄影袋 放個錄影袋 放什麼錄影袋 放有一個學生掐著脖子 然後說你不要講話 你只要指著那個表達 就可以了 馬上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 有時候你看很多新聞 你都會覺得 講不下去啊 為什麼 因為那種人物的反覆啊 讓你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譬如說我這兩天 看一個爭論節目 這個爭論節目 就是看到周玉寇 他們在討論柯文哲 然後他逼哭了 一個台北市議員 他叫高嘉儀 高嘉儀是這一屆台北市議會最高票 他最高票 然後 讓他很想去選立委 那他為什麼會最高票 因為 三年前啊 選舉的時候 他警告著柯文哲 有一個高人教他 說嘉儀你要選 因為你比較沒有拍戲 你這個選區喔 譬如說李建昌是新潮流 江志明是扁戲 扁戲就跟政國會合作了 對不對 然後王孝偉他是謝戲 那只有你沒有拍戲 你要很當心 那你最好的方式喔 因為這一屆柯文哲 是比較清新 所以你就是 你要力挺柯文哲 靠著柯文哲 這個高人告訴他 他聽進去了 所以柯文哲其實在台北六個選區 高嘉儀只是其中一個選區 他就跟著柯文哲到處跑行程 所以很多選民就看到他了 他的曝光率就變最高 所以內胡蘭港的人就投票 他最高票 變台北市最高票 那很多人就對他很 很眼紅 他這兩天 最重大的新聞 就是他被周一寇逼哭了 其實周一寇是 基隆人高嘉儀也是 那我其實不知道 評論這兩個人 我要講 我們有時候在看節目 很 有時候會覺得說 一個人喔 我們都認識的人 你變怎麼可以變得這麼快 就是那種藍莉啊 或怎麼樣 柯文哲這一次選 市長 從參選期間到當選 這快一年啊 等於說四年前 前台灣批柯文哲最厲害的是我 我認為這個人沒有能力幹台北市長 那時候跟我在辯論的有誰 姚立民 有周一寇 也有高嘉儀 每個人都說柯文哲多好多好 前民進黨 包括習家青 我們上過太多的場子了 我在講柯文哲沒有能力 我說我跑台北市太久太久了 這也講柯文哲多好多好多好 好的不得了 現在除了高嘉儀還沒有罵柯文哲之外 但他當然很猶豫啊 因為民進黨現在都前黨 幾乎已經百分之八九十都在罵柯文哲了 過去立庭柯文哲現在講柯文哲都爛都爛的 就是過去每天跟我在對罵講柯文哲多好多好的人 各位才三年多啊 這樣我的意思大家都懂了吧 你說什麼東西叫變化 我們現在有網路 我們現在有舊報紙 可是因為台灣人 台灣人不要臉的都啊 大家就忘了 你忘了小董講的才是對了嗎 我不要你膜拜我 我要告訴你什麼叫是非 柯文哲現在 後來發現啊 昨天中國時報的頭條 柯文哲 講了一句話 然後問說現在民進黨好像要自己推喔 中國時報把他放頭版頭 他們去訪問了柯文哲 柯文哲說你為什麼不順著民進黨講的話 柯文哲講我引述他所有的言文 就是中國時報用來做標題的 中國時報頭版頭的標題 柯文哲說我後來發現 他講的跟小董講的完全一樣 可是有一個不一樣 柯文哲有五個字小董是沒有的 柯文哲說我後來發現 柯文哲現在發現了 柯文哲你過去是什麼當選 因為你們過去只講統獨 你們不要是非 你們過去只講顏色 所以你們不要黑白 柯文哲現在才說 我後來發現 原來是非跟黑白是最重要 超越藍利跟統獨 小董這十一年來我不是一直都在講這個嗎 但是我沒有後來發現 我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我跟姚立民跟周一寇 這些人完全不一樣的差別就在這裡 我從來就一直是這樣堅持 柯文哲現在說我後來發現 他當了市長以後才發現 或者這兩天才發現 那你過去是靠什麼當選 你過去栽贓連勝文 連勝文在你競選總部中確定器 你忘了嗎 你們這些人勾氣是怎麼 罵連勝文的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被發現了一個老鼠尾巴 多少人出來罵連勝文 多少導演、奏家、歌手 出來罵 怎麼可以這樣 水門爛 罵了半天 結果這是誰去裝的 是你柯文哲 辦公室的人找一個人來 這個人偷裝 所以還是算你們的賬嘛 和連勝文有任何關係嗎 你說我們被偷裝 我們也是被害的 問題那個人是你們找來的 你當然自己就要認帳 你怎麼可以不認帳呢 你當然有責任 你今天在夜市請人來裝瓦斯 那個人瓦斯沒有裝好 結果爆炸了 死了一堆人 你說那是瓦斯人裝不好 問題是你家的瓦斯館 都有責任 當然那個人責任比較大 你不會完全沒責任 對不對 結果你去說都是 都是連勝文害的 和連勝文沒有關係啊 毫無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被你們 被你們全部抓出來羅令 那些不要臉的奏家、歌手 導演 還有那些教授、學生 你們那時候怎麼羞辱連勝文 後來發現自己搞錯了 有沒有人出來道歉 沒有 到今天為止都沒有 什麼叫不要臉 小總在講 我們社會就是一個 要臉跟不要臉的社會 互相在競爭 可是不要臉的人都嘛 因為他們不要是非啊 各位 我看到高嘉儀 被捉一扣逼哭了 我其實 心裡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 你們兩個的臉皮是不一樣的 但是 我不是說我要挺誰 或不挺誰 我只要告訴我們的朋友 在台灣社會 是非重不重要 在台灣最不重要的就是是非啊 台灣最不重要的就是黑白 台灣最重要就是我要當選 當選以後我就 佔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就有薪水可以領 而且我可以掌控很多的預算 很多的錢 我要給誰就給誰 所以 文化部 辦了 十六場 活動 這十六場 活動叫什麼 請各位朋友上網 叫開支善業 計畫 開支善業計畫 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推動一些文化 然後 他要重現 民間的計場 他在台北市辦了十六場 這十六場 有十場在北投區 為什麼 因為北投的立委 吳思堯 他跟文化部長 鄭立金是好朋友 各位你覺得合理嗎 台北有十二個行政區 辦了十六場 有十場在吳思堯的選區 你覺得合理嗎 每個人說 是真的嗎 那你上網 你去上網 你去Google 雅虎搜尋後 中時電子報 聯合電子報 你去搜尋嘛 所以我才剛講 這叫開支善業計畫 為什麼 吳思堯 的選區可以辦十六場 台北有十二個行政區 每個行政區 你如果十二場 至少分一次吧 我再怎麼落後 再怎麼樣 你也給我分一場吧 為什麼 多數的行政區 通通沒有 只有吳思堯的選區 十六場辦了十場 而且他的海報 上面都放吳思堯的照片 當然這海報 是吳思堯自己做的 機會比較大 可能不是文化部做的 但是他顯然你這個來炫耀嘛 十六場就有十場在我選區 你看 你們選我就選對了 我夠力吧 問題 你們所有的資源 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 為什麼納稅錢 只讀讀給一個人 我們現在在納稅 各位朋友 你講了台灣的示威公道 在哪裡 沒有 因為我正義經 當了文化部長 我為什麼要當文化部長 因為我的老闆 蔡英文當了總統 我當了部長 我手上很多錢 我要補助文化 我要推動文化 我要補助 我要給誰就給誰嘛 他就是這樣幹啊 曾義經有沒有能力 曾義經當立委的時候 說台灣的電夠多 根本不必要核電耶 各位 我們今天的 今天喔 今天天氣夠熱吧 你電視打開第一條新聞 是什麼 告訴你 倍轉容量只有5%以下 那就表示什麼 我等一下 小董講完節目 一點了兩點了 很多人聽了小董的節目 內心會更熱 就想說要開冷氣 對不對 因為我的節目 是很有 很有熱量的啦 你聽了 哎呀對 小董講得對 心來聽路 熱量就上升了 開個冷氣 哇 冷氣開 倍轉容量只有5%以下 會有地方跳電的 可是曾義經告訴我們 台灣不用核電 我們現在 現在還有核電在運作 對不對 我們還有核三核一都在運作 啊 曾義經說 根本不需要核電 我們台電喔 把電都藏起來了 他當立委這樣講啊 立委表示他在野黨啊 那他現在是執政黨啊 那台電也是屬於民進黨的啊 請台電把過去曾義經 所講的那些藏的電 通通拿出來啊 電不要藏啊 我們所有的名嘴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二三十個 所謂的名嘴 裡面只有小董跑過台電 我講 只有我一個人跑過台電 我都不曉得電可以藏啊 要藏哪裡啊 請問你家的電藏哪裡 藏在手機那一點嘛 對不對 你手機裡面有藏電啊 我知道啊 那 那正義經說我們店都藏起來 告訴我在哪裡啊 哪出來講啊 這什麼文化 讓人想不透 馬上回來不要走開 歡迎 小董說真話 我看喔 台灣最可怕的就是 我們的媒體被控制 多數的媒體 所以你看到 新武士運動 台大這個活動 很多人站出來 但我就要去鬧場 我鬧場 又說 我怎麼沒有言論自由 你們怎麼可以不給我講話 這是我借的場子耶 各位 我今天借的場子 然後你來 表示你有言論自由 可是你可以看到媒體怎麼去操作 對不對 媒體怎麼去操作 媒體操作了 就是 你有時候看到 台灣喔 他的沒有示威就是 媒體自己認為是最大 好 你只要 他沾上一點 統獨或者藍莉 那他就可以讓他沒有示威 管中敏案是這樣 民視的案子也是這樣啊 對不對 我前面就講過了 民視 就把自己跟人家的商業糾紛 而且他是要綁 我民視有三台 我這三台 說事都不好 沒有人要看 看的人很少 可是我非要賣 賣你不可 所以我把他綁在一塊 你看三台都給我買 而且要給我加碼 加多少錢 而且只能放在主流頻道 要求放在主流頻道喔 你知道我們叫什麼 叫主流頻道 很多台跑到一百多 一百多台 你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有幾個人在 歐彌陀佛 你說啊不想看 對 那個就是很邊緣 對不對 那我們的主流頻道在哪裡 我老實講 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 以我自己的觀察 每個人觀察不一定 大概 大概八十台以下 到 到第五台 第四台 就是從第五台 或者你可以從第二台 第三台都可以 但是八十台以下 大概是比較主流頻道 那以後呢 以後就非主流了 就已經很遠了 很少人會看到後面 我講 那當然每個人 看的奇怪不一樣 譬如說小董看 我一定是從 五十五台 五十六台 四十九到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八 我平常 大概有 百分之七八十 看的都是看這個時段 為什麼 因為它是新聞台 那每個人不一樣 有人看戲劇台 你可能從六十一台 你可能從六十一台 看到七十一台 這樣 你看的是戲劇台 那有人喜歡看 比較宜樂的 宜樂可能就三十台 四十台上下 那台灣最重要的一台 三十九台 每天晚上十點 因為小董在上面 那是台灣最重要的 最正義 最講出真心話的節目 我敢這樣 取許啊 我跟那些人不一樣 那你看民視呢 民視就把他拉上 郭台銘 他的商標就說 啊這郭台銘黑手 然後就找一堆 一堆人去訪問 什麼鞋子 什麼 你不要看那些人 看那些人你知道 台灣什麼叫不要臉 你只要打開那些人 一堆人在那邊講 哎呀這個就是郭台銘在那邊講 那種人就叫做不要臉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 你講的話可以信的話 那民視也去中國大陸拍片 民視有沒有在中國大陸投資 有啊 你在中國大陸投資啊 你找鄭少秋 在夏門 合拍大道工啊 怎麼沒有 各位上網 大道工傳奇就是台灣的民視 跟夏門的電視台合作啊 我在那邊都有看到啊 那你可以去投資 別人不能去投資 你就沒有賣台 各位我講合理吧 你講半天 是啊 我在講 自由時報最喜歡搞這個 自由時報 林榮山的哥哥 叫林毅齊 他早就過世了 他們的公司 叫做鴻國 鴻國集團 他的二哥 叫林毅林 號稱台灣的帝王 因為他們蓋的就是鴻聖地堡 鴻國鴻聖 聯邦還有龍山林 這就是他們家族的四大公司啊 大哥鴻國的集團 在上海投資了非常多的房地產 二哥呢 二哥呢 二哥的公司 在大陸的零坡 投資了非常多的房地產 那天天罵人家 哎呀 中國大陸怎麼樣 怎麼樣 各位我 我其實不太想講髒話啦 就是說 所有這些人他們做什麼都可以 啊別人去就說 啊你 你齁 他們的利潤是什麼 哎呀你齁 郭台銘 因為你在大陸有投資 所以 你過去一個部署在台灣 剛好有做到有 跟電視台有關係 所以你們就收到中共的瑕疵 他們的利潤就這樣 那 那你 那你們家族的人去做投資 可以啊別人不可以 你們是可以跟 夏文的電視台在那邊合拍電視劇 啊別人不可以 各位我講 小董最厲害的招數就是怎麼樣 我第一招我就讓你 你拿刀扛我沒關係 我讓你砍一刀 我也不必 我就讓你砍 第二刀你 你覺得哎呀小董太好砍了 連一點功夫都不會 你砍第二刀時候 我一定就還手把刀抖過來 然後我就刺你兩刀 這個叫加倍奉還 我不會客氣的 那你一定會出來叫囂啊 欸小董你怎麼可以拿刀砍呢 那些藍營的人不要假猩猩啊 哎呀你們不應該砍人啊 你看前兩天有個法官啊 對手用狼牙棒 打他 他被打得很火大 把狼牙棒搶來 把對方打得更重啊 法官判賠啊 說你只能搶他狼牙棒 你不要懷著手打他嘛 判賠兩百萬 各位這種法官喔 要被我碰到 我就拿狼牙棒 把他做更重 叫他來跟我求償 可惡嘛 我我跟各位 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其實有時候 你碰到這種事情喔 有時候不是你想的 那麼可以理性啊 警察打歹徒 那個法官說 你不要打他啊 你應該打他的輪胎就好 哎 車子在動 我是要打他輪胎啊 可是車子在動 我就打到胸口啦 他就死啊 那你把他打死 你要負責 我負什麼責啊 他是歹徒耶 各位你懂了吧 這種法官沒有那種實務經驗 每天去苛求 我們好幾個警察都被修理 以前有一個叫葉劑的 我聲言他 有一個叫陳風淚的 我也聲言他 春風的風 淚火的淚 葉呢 樹葉的葉 劑是個馬字旁的一個劑 我都聲言他 各位我們就是這樣 後來怎麼樣 後來都改判了 後來都改判 為什麼不合理嘛 你怎麼會合理呢 你知道今天台灣最大新聞 我們不是小董講到現在的新聞 今天台灣最重要的新聞 我剛剛講半天 這些都不重大 今天台灣最重要的新聞 一個叫林衛希的人死了 林衛希是誰 各位 你講半天 小董你也不交代 我們哪知道林衛希是誰 林衛希就是那個消防員 有兩個消防員在住院啊 各位忘了嗎 你看 才幾天的新聞大家就忘了 死了五個消防員 有兩個在搶救啊 今天上午又死一個 他就叫林衛希 前幾天醫院傳出來說 他需要大量輸血 而且是A型的血 跟小董一樣 很多朋友說 小董你趕快去煎 對不起 我剛剛煎過 我現在還不到時間 但我知道 台灣煎血的人就是熱血 就是會去煎 他又在桃園 他一定馬上把它補血 可是補了以後 他今天還是死了 各位 警消不服從嗎 警消很服從的去復死耶 但是我們的政府在砍他 他們只想到自己人要有位子 有位子就可以掌握很多錢 吳茂坤要補助誰 教育部長要補助誰就補助誰 國科會主委要補助誰就補助誰 吳茂坤當國科會主委要卸任的時候 大筆議會補助中研院物理所 吳茂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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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卸任以後 他去幹中研院物理所的首長 吳茂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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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想他薪水只有19萬 夜薪19萬 吳茂坤 吳茂坤他一輩子也賺不到 對不對 可是我只要批一下 我就可以過去了 各位這就是權利 你知道嗎 為什麼民進黨蔡英文這些人死抓的執政錢不忘 因為我手上掌握太多的鈔票 這些鈔票就是這個月我們要繳的拉稅人的錢 你們繳錢來給我揮後 給我照顧自己人 給我照顧吳思瑤 照顧吳茂坤 不是嗎 你們繳來的錢 我就是要拿給吳茂坤 怎麼樣 他不懂蔡 他很文青 可是台北農產是他在管 怎麼樣 哦 權利在我手上啊 你們給我錢 我告訴你 管中平就是不能當台大校長 對不對 這權利是你們給我的啊 他胡作為為啊怎麼樣 可是 你們給我權利 我就要砍警銷的錢 你們警銷怎麼不服從 你們的使命 就是你們要服從 而且很慷慨 很從容的去複裔 去救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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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